大群人在南航公路行走 但他們可不是為了爬山 而是拿起夾子塑膠袋 沿途撿垃圾 可以看到在路邊水溝 或是護欄底下 都能夾出寶特瓶 飲料罐 甚至還有用過的衛生紙 但有時候也會鞭腸莫及 原來有些垃圾被丟下了邊坡 就算拿著兩公尺長的夾子 人力有未戴 而大家撿垃圾的地方 就在南河公路 明明去年五月才剛全線通車 但不到一年 部分路段就累積不少垃圾 如今靠著志工短短半天 就撿了五大袋 但南河遭遊客破壞的還有 遊客在天池附近 看到黃猴雕卻憂喜參半 因為可以近距離觀察 這些超猛的野生動物 但下一秒就發現 他們不怕生 而且眼神還不時看著遊客 似乎希望獲得食物 果然遊客一出現 他們就在路邊的椅子徘徊 或是沿著屋簷一路尾隨 雖然餵食黃猴雕 暫時沒有罰則 只能加以勸阻 但亂丟垃圾可是會被依廢侵法 最高儲六千元以下罰還 要是在水源保護區 更是可儲一百萬以下罰還 我們未來可能會用科技執法 在某些生態太常看到的點 我們來做相關的捷徵 但個人發現事小 亂丟垃圾或食物 造成環境跟生態的破壞 恐怕損失的還是人類本身 TVBS新聞南部 綜合報導